內地多個機場關閉 五本港來往內地近100班航機延誤要取消 不僅內地冷,香港也越來越冷 今日下午市區跌到8度,入冬以來最冷 寒冷的天氣警告已持續生效10天 打破04年1月,持續205小時最長紀錄 預計寒冷天氣會持續到農曆年期間 黃永國年宵才剛開始第二天 但是天氣又濕又冬,對於花檔有甚麼影響? 花檔都說天氣冷了那麼多 令到年花開的時間都晚了 賣相沒那麼好,來買的人都少了 他都擔心今年的年宵生意會不會那麼好 不過同樣在維園擺檔的一群年輕人 可以說是無懼風雨,仍然士氣十足 生意不好,賣桃花的都得閒些 可以清理一下檔口 好,又濕又冬,他們就最頭痛 開放慢一點,慢一點 下雨?下雨是人流少 賣水仙的天氣同樣是敵人 怎樣可以幫水仙保暖呢? 一般人都弄溫室 但拿出來這裡賣呢? 拿出來沒辦法 沒辦法 但這麼冷的天氣對它的影響是怎樣? 遲些開放 有檔口就索性用膠袋套住水仙 但賣相就差點了 天氣冷又下雨 不單只影響年花的生長 就連市民行年宵的慶治都大減 維園年宵市場這裡 整個下午來行的人都不是太多 不過有人就看準時機 沒甚麼就不怕逼人 那時候挺好的 如果人多就行不到 不過人做生意就慘了 這樣的天氣做生意是比較可憐 但有沒有打擊士氣? 當然沒有 我們幾號多 無選士氣?想過一個肥年 都是要寄望接下來天氣好一點 維園這裡入夜雨勢又大一點 在這裡的商戶都希望 接下來的生意和天氣都可以再轉好一點 在這裡的報道就是這樣 交給兩位 好 謝謝